最新消息 日前台北一名年警 一岁十个月的男童 疑似被流性保姆姐妹党 虐待身皇 检方今天下午再度从台北女子看守所 提训流性保姆 透过画面 检察官为了离经案情 提训再压的流性保姆 他身穿咖啡色外套 绑着马尾 双手上铐 从警备车下车 下午一点多进入台北地检署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